徐妤三所創造的 字幕記者 李宗盛 ��고 請一下第一位講真 因為剛剛有說到我們有所謂散佈的自由 但我們有不散佈的自由嗎 因為我覺得比較親自到像剛剛講的GPL 跟GPL的相關問題想說請問一下 你是指你不是作者,但你拿到軟體的Copy 那你能不能說我拒絕散佈給別人 對,我可能修改了 也可以不散佈 但是我記得GPL好像不是像我自己說 沒有沒有,因為那個 要再用GPL把你自己寫 其實你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GPL的程式來 然後你已經修改它了 那修改它以後你能不能不要把它散佈出去 對,你可以 所以它是沒有 它的那個傳染力是在於說 當你散佈出去的時候 你必須要用一樣的方式去散佈 但你不散佈 也是 不過這邊就考慮到散佈的定義是什麼 像剛剛陳漢有提到說 他們為了避免競爭所以用LGPL 這個其實我等一下可能會想要跟他討論一下 為什麼 因為我比較常看到的是說 為了要避免競爭所以他用AE GPL AE GPL把那個散佈有做一下定義說 就是當你比如說是那個SNS Software Service 你在別的Instance用的時候 那個也當作是散佈 所以這樣的話 你以為的 你自己寫一寫 然後關在家裡面 然後只是用網站服務出去給別人用 這個也被當成散佈了 在GPL裡面這個不當成散佈 所以這邊就會有差別 所以誰這樣還是看他散佈 那邊的定義 IHP所要選擇 跟LICENSE 跟LICENSE 主要都是LICENSE 還有人有問題嗎 我想要問一下兩位 就是我最近用一些專案 有遇到一些 可能是有提供MIT跟GPLV3 兩個LICENSE 可以去任開發者去做選擇 像如果有開源專案 有提供兩個以上的LICENSE 去公開發者做選擇 有什麼樣的LICENSE 好 這個DUAL LICENSE 一定有些原因 就是說 例如說MIT的話 你可能要仔細看他的授權 就是他怎麼樣 要採用DUAL LICENSE 他通常會 DUAL LICENSE 會跟你講說 你的情況比較適合 用哪一種LICENSE 對 所以後面說 你本來也是看你專案而已 你可能會採用MIT 那什麼情況下 你會採 GPL 或是GPL 尤其是他 是個人的 就是他在散播這個軟體 他自己在散播這個軟體的時候 的需求 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他怎麼描述 其實這就是回答 多補充一點點 就是說 有時候那個理由 是因為相容性 就是為了要讓下游的 就是 我說的上下游 是指說 做的人跟用的人 下游的人 他想要把 這個程式跟別的程式 併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LICENSE 是會有相容性問題的 所以當上游 用這個LICENSE的時候 下游就可以自己選擇 還有問題嗎 還有問題嗎 大家盡量保穩 趁大家可以一起公開交流的時間 那我也可以問問他嗎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可能直接問 對啊 直接問 為什麼你們不用HPL 其實原本 一開始打算是用GPL 但GPL好像就沒有規範到 對啊 就那個散播會是問題 但是我就想說 那你們為什麼不用HPL 對耶 其實這也是個問題 就是 授權那時候我看 是有點脫胃眼花 那 那時候是在想說 是不是 可以讓大家用 但是他自在 就是你不是不能跑起來 也不是說 在另外一邊跑起來 就不行用 這樣有你收錢太多 變成是 你可能要在工作場合 或是說 因為你可能是 不是拿來賣錢的 你可能是要拿來用 就是 我想在家裡自己加一台 那我變成是說 這也不行 然後我覺得 那時候是覺得這樣好像不好 這樣好像減低他的散播率 就是說 大家可以去安裝他的原因這樣子 所以變成是說 如果你拿這個東西去幹嘛 所以主要是盈利的問題 那時候才會OK 所以想要維持一開始那個精神這樣子 這個其實現在也有一個 蠻有趣的例子 是那個onsplash 就是有一個 本來開始用cc0 就是public domain方式 釋出圖庫的那個網站 他現在改用他自己的license 就是因為要防止別人 去重新再自己建立一個MIRROR 然後就幾邊去引力 因為可能是有發生過這樣 對對對 所以 像剛剛講到丟 license 問題 也是有點類似就是說 我們看到一些專家 開始就是 原本一開始才丟 license 然後就說 好 如果你是看專家 你就用這個license 開原的 沒問題 那如果你是要商用的話 那我們有另外一個license 是適合你 不過你可能要做一些授權 然後費用 或什麼我們再簽個月 OK 但是現在變成這件事情說 那些開原的license 可能有被濫用的情況 或是說 他只是用繞一個方式 歸屁之類的 或是說 他認為說 提供給開原 那變成是 所有人都是我的開原人 或是他部分開原 他就不用付 所以有些專家就開始說 那我不要這樣子 他就自己寫一個授權方式 所以就像剛剛這樣 我自己選一個授權方式 那你就聽我的 那我覺得某些情況可以 就是因為那些授權 他可能本身有些 可以你被繞過的方式 那他就覺得不OK 這樣 好 就是開原的license 漏洞 確實也是有發生過 蠻多次 對對對 所以才會有版本 對對對 就是他會有很多版本 比如說BSD 然後有一些版本這樣子 大家還有問題嗎 喔 有了 就是我想問一下 那如果有人 真的違反了這個授權的話 通常就是 因為違反 如果沒有任何制裁 大家就隨便吧 那如果說 有沒有現實情況 有沒有誰違反 然後有沒有一些例子說 喔 這裡就是有誰會去 誰會去做為 法律的告訴人 或是誰這樣去處理 其實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全球第一中 就可以有 實際在法院發生的案例 就在台灣 就是一個 國外的開發者 告台灣的第一開動人 回憶公司 告成功 不過這邊 一個觀念是說 那個 著作權的 法律上面規定說 要提起告訴人 一定是著作權的 權力擁有者 意思是 只有 寫的人 參與寫的人 才能夠去用 所以 才能夠去搞 那所以這讓 在外面說 如果他必源的話 你可能要 有一些手法去偵測 說哪些東西是我的 哪些東西不是我的 這樣 所以他確實是一個難題啦 那像 比如說 那個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他們自己有寫一篇文章 叫做 為什麼你應該把 權力 donate給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因為這樣我們就是權力人 我可以代替你去告人家 對 他們是真的會做 歐洲有一個 組織叫做 那個 GPL 就是那個 專門在 到處去偵測 看有沒有那些公司 不好好 把規則給 維護好 其實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 大家 君子愛才取自有道 就是 我覺得不是 所有的開運的東西 他其實不是反商業 就是 你就按照 我的規則 去做事情 如果假設你不願意按照我的規則 那你不要用啊 你自己寫一套啊 對不對 那如果我都已經 我都已經弄出來 我有已經表達了我的立場 麻煩你發落一下 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是這樣子 那所以你剛剛的問題 有沒有人真的去做 有 真的有人去做 真的有成功 那 世界上有很多的 license 有一些 license 還沒有在法院裡面出現過的 那也有一些已經在法院裡面出現過的 所以大家用的時候會需要 然後 多了解一下 對 然後 我這邊想補充一下 就是在前陣子之後 看到另外一個是 他其實是開運專案 然後 他就是 有另外一個人fork他的專案出去 可是他在license 期有規範是 他一定要再 把他的 license attached一次 就是 他原本 他原本專案的 license attached 然後另外一個人fork出去 就沒做這件事情 他把他全砍光了 然後他就說 你這樣不行 而且我跟你警告過了 所以他就跟Kiha講說 這件事情 然後Kiha就把他 take 所以其實事實上 在這些開運的平台上 他是有這些權利 就是說 因為你會把他 license 所以我可以把你 take 它 就會把你的report拿掉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 通常我們通路PR的時候 我們很像沒有意識到 你會不會需要寫CLA 或者是甚麼 那 這件事情會怎麼發生 如果說我想要去 take care 這件事情 好 好 就是說 現在來講 因為像這個平台來說 他們都有玩脫檢查機制 那所以 有自動化做的事情 就是你提出PR的時候 他千萬就給我 check 就是說 你要做這件事情 那沒有做的話就不會被打勾 所以你就要去做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 那個reporting 可能會有一個叫做 contributor的規範 所以你就看 現在 比較方便是你開PR的時候 他可能叫你去讀一遍 contributor 那他就告訴你說 你要 contribute 你要遵守的規範 那有時候是一些 call of conduct 就是一些準則之類的 那這也是包括規範他 一許留言的方式 這樣子 因為你要寫東西給大家審核 所以一樣 就是有些contributor 你要先讀過甚麼事情 做哪些事情這樣子 對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大家還有沒有一些疑問的部分 他們如果有一定的去操作 你會不會有些人 要不要有些人 如果你們會有些人 你看 人類照 你會不會有些人 對啊 我們會有些人 今天來說就沒有處理 我們確實維護兩套 真的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我不知道未來是不是能做一些突破 第一個方式就是你先搶先別人貢獻 如果漏洞的話就馬上去貢獻 因為我是貢獻者 所以我可以決定我貢獻兩分 沒有問題 另外就是別人貢獻 你覺得你可以跟他聊聊看 你就寫信過去 或怎麼樣 他說你願意貢獻一分別在這邊 如果是OK 那也是OK的 就是你沒有辦法直接說 上面直接貢獻 然後人和平的情況下 直接拿下來用 所以我們要確實多花一力氣做這件事情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在是什麼 有的 有關 有的 有的 各層 有的 感谢观看